今天晚上到七田村来扎黄山了 这些田已经生根过了这几天 这些黄山很大了 上货 差不多快二两了 这条有点小 抹上了就放了它 这个青蛙叫得凶了 这个里漂亮吧 这么水 这个 小白在这里拦路 这个母的吓死人 快点走 走 走 不落路吧 上货 一条这么大 上货 可以了 大了三条了 这一摄氏多这么大 这个杂道都长这么大了 这条黄山很大 哇一两条 你看那里边还有一条了 这条应该有二两以上 哇这么大的很容易就有一两斤咯 现在黄山很警惕了 听到水声就想跑了 上货 这里也有一条 哇两条 跑了一条 我看到这里下面还有一条 两条都跑了 打个毛啊 真不警惕的这几块天的方式 上货 这边还有一条 这条泥是这么碎 这一条黄山 上货 这么多鱼全部都是混血 这条泥就很大 看能不能把他夹了 跑了 速度这么快都没抓到 这个西瓜都这么大了 这些人养育很勤快 挑牛分来这里给鱼吃 这个田里全部是鱼 有黄山也看不到 好了这么就终于发现一条黄山了 这个冷水天里 黄山都不到 居满都不行了 才打这么一点火 这个帘子太大了 这么好的枝燕也没有货了 这个混血里还有一条黄山不错 这么瘦长瘦长的 上货 跳实跳得凶 这壶平下又有一条 隐藏的这么好 上货 这条就留一个尾巴出来的 又来一条 上货 这条黄山很贵 这条黄山很贵 看到我来 那他就 一下子就走到荷叶下去了 你还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那你还得了 上货 这么大 这么小的小甲鱼 养着丸子还可以 搞个大的 这么小有什么鬼用 这么大的放上 准备走啊 在这吃蚌蚪的 打上咬夹子 又来一条黄山 这么瘦的 抱猫 这个地方哪还有 抱猫来的 这只小甲鱼太小了 把他放了 走吧 到这小鱼塘去了 走 你还不想走啊 一下子就跑下去了 没意思 就扎这么一点货 两斤最多了 甲鱼没搞得那么小的 又没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撤了